这株是养了四年多的竹节海棠 2018年3月份的时候 4月份的时候 买回来的一株小苗 然后到了第二年 2019年就开了 就变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一个三四十公分的一个大苗了 然后它就开始开花 是粉红色的花 一串一串的 是一种绘装花絮 这株海棠呢 我给它起名叫小野麻叶 因为它 我开始不准确 我觉得它这个麻叶长得挺好看的 然后 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小野麻叶 它最初的时候是长到那个窗子边 窗子边 然后它就长得比较好 然后叶子也发红 后面的叶子是通红的 前面叶子都有一点发中 就是咖啡色的 所以它开了的话 就特别的粉红 特别漂亮 但是它一长一大 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快堵住了 然后就把移到那个窗户的对面的墙边 虽然你看着这些蓝天 它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就长 去年移过来的以后 去年秋天移过来 开完花以后就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就不停地往上面 长啊 快长到顶住了 但是它今年呢 我估计还是光照不足的原因 还有另外就是我下面这个 我用那个矿泉水瓶啊 装到那个银水瓶啊 银水那个大的那个桶啊 银水桶呢 我就下面呢就给它放了一个水格 所以它一直有水 一直有水来的枸杞 它就没有一种危机感 所以它今天它就 夏天它就广长叶子 就没开花 按照理它这个花期是特别长的 它从 它会从三月份到四月份就一直开花 不断地长出花 每一个花 每一个芽点啊 它就会冒出花细来 它就不停地开花 一直一直会开到秋天 但是今年呢 它就没开 因为估计是没开花了 这个气啊 它就没有 没有顺畅出来 所以它就慢慢地枯萎了 它在这个 我都怀疑它活不过来了 就像这种 就像这种 它就慢慢就枯萎了 这个树叶的干的叶子就噗噗噗噗噗地往下面掉 我就估计 我说 这个花可能活不了了 跟了我四年的小野马也估计是活不了了 但是我没管它 因为我看它 我曾经剪掉 掰下一节字条 我看到里面还是 还是活的 就是外面干枯了 外面看得很枯 但是里面还是有生机的 然后把它插在一个花水瓶里面 它还长了新芽出来 所以这株芽 这株呢 我就把它 继续让它留在这 好 你进入秋天以后 它又开始 好像缓过气来了 它又开始长了新叶子 然后开始发了芽了 你看这些都是新的芽点 新的叶子要长出来 像这个 这株是最明显的 都看干枯了 但是呢 它又要长新的芽点出来了 叶子要放新芽了 你看我那个想扯木夕阳呢 为了给它固定 因为它长得太高了 两米都高了 所以说我只能把它 我又不喜欢用那个什么 竹架子打得很夸张的 我就用那个线 钉一个钉子 然后扯木我 把它每个字 把它固定住就行 但是我当时我心里就默许了 我今年秋天的时候 我看见它长得新叶子 我就说 哎小爷妈爷 今年你长得好了以后呢 缓过气来了 那这个冬天过来春天呢 我就给你换盆 然后呢 给你换一个光线比较糟 光照比较好的地方 让你恢复往日的活力 让你开花满树 这就是我的小野麻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